草根天后谢安琪自从2016年在其演唱会 上宣布在别歌坛之后,就一直在家安心的 相夫教子 不但亲自接送儿子上下学 更是言传身教,是当一个好母亲 而在近日谢安琪和儿子就被拍到现身一地铁内 原来谢安琪是刚将上学的11岁儿子张瞻接回来 据相关人士爆料,当天11岁的张瞻穿着校服 梁安琪则一身素衣竖起了头发,化了轻微的淡妆 两人并没有选择乘坐出租车,而是选择乘坐地铁 在公交路线之前,谢安琪一边指着路线图 一边和儿子说到怎么乘车,十分的耐心 在这期间,有一位粉丝认出了谢安琪 并主动找他合照,没想到谢安琪爽快地答应 和琪拍了一张合照 上车之后,车上虽然有着很多的空坐 但谢安琪和儿子宁愿站着也不坐 期间谢安琪拿出手机和儿子大玩自拍 但生性好动的张瞻则十分的不配合 而是抓住车厢内的扶手转圈,并跟妈妈说 我好像爸爸哦 没有多久的时间 一位老伯伯上车,接下来张瞻的动作 让很多的网友大家赞赏 只见张瞻主动让那位老伯伯坐 不过那位老伯伯却没有坐 而是站在张瞻的旁边和谢安琪聊了起来 其间这位老伯伯说谢安琪和孩子长得非常像 又问张瞻读几年级了 张瞻则很有礼貌的说 读中仪,显得非常的有家教 之后谢安琪和儿子在大围站下车 据了解出到多年的谢安琪一直都十分的低调 不但显有绯闻 而且歌声也是深入到群众中去 赢得了草根天后的美誉 还获得广大媒体和乐评人的一致好评 虽然如今的谢安琪已然被很多人忘却 但说到她的那些歌曲 终无厌,喜铁街 飞情歌,我爱茶餐厅 至今仍然人热血沸腾 07年和香港创作型歌手张继聪结婚后 没有多久的时间便生下了儿子张瞻 之后在16年的时候赞别了乐坛 开始为第二胎做准备 17年的时候终于凑齐 了一个好字 之后就专心的在家带儿子和女儿 其实按照谢安琪在乐坛内的地位 以及赚的钱 她完全可以开豪车接送儿子上下学 但她并没有如此 反而是搭乘公交 让儿子体验